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踏入洛神花的季节 最好就是用新鲜的花来做一些果酱 今天做洛神花果酱 我会连里面的种子都保留 而我手上这个工具 前身就是一个遮柄 应该说这个是扭着遮骨的部分 我就剪掉它 这个位置我成为一个手柄 这个切口我就用一些利器 就磨了一些狗牙出来 转一转 那就推出来了 我就做好了之后就一次过洗 可以的话浸它一会 让它里面的泥可以浸出来 好了 洛神花已经洗干净了 这个种子和这个花 各自是500克左右 就是说我原先买了一公斤 分开了之后应该是差不多一半 先煮了这个种子部分 先拿了个果酵出来 500克的种子 大概我用300-400克的水来煮它 煮的过程尽量用小火 因为会很容易黏底 滚了之后呢 我就转它做小火 如果表面出现白泥 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撇掉泥 撇掉之后 一会煮花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多泥出现 中途要搅拌它 否则会黏底 好了 煮好了之后 就先隔了一个渣 这个就是它的果胶 煮好的胶 然后呢 加上糖一起煮熔了 先用这个糖的比例 大概是这个剩花的七成 好了 过滤了这个果胶水 大概是270克 我就一次过倒下去 先把这个糖煮熔了 煮这个糖的过程呢 我就会把这个花撕碎它 如果这个花够嫩的话 随意这样撕碎它就可以煮了 好了 假设买到回来的花 比较老身一点 就最好切碎一点点 那煮的过程里面 畅顺一点之外 就没有那么多衣食 我先将一半花倒进去 一次过倒就会动不住了 那我就会煮熔了一部分 可以陆续将花加进去 好了 花全部加进去之后 大概煮它10至15分钟 煮的过程要搅拌它 还有尽可能用一个中小的火来做煮 大概煮到102度就差不多了 中途有些泡出现 就要撇掉它 这些是一些杂质 撇掉它 果醬做出来 就会晶形很多了 好了 煮果醬的同时 我就会顺便煮这个瓶 做一个消毒 要用的工具 最好全部要煮一下 大概水滚了之后 煮5至10分钟就可以了 那那个瓶煮好了之后 拿上来瓶水 好了 那这锅水就不要倒住 留在一会儿做一个抽真空的过程 是需要用到的 那这个果醬煮好了之后 这个瓶已经消毒了 趁热的时候 即时入瓶 好了 入了瓶之后 第一时间就把它锁回瓶干 好了 接着我要做的就是 把它抽真空 抽真空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有些人会把它倒转的 但我今天用这个方法 是直接把这个果醬 放回到刚才那煮煮水 那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那个时间 会比倒转那种方法 放的时间更加久 如果倒转的话 大概放三个月左右 假设我现在是用这个方法 直接把它放下去 盖上盖子 直到煮水冷了之后 再拿回果醬出来 放室温可以放半年至九个月 都没问题的 好了 今天的洛神花果醬 已经完成了 洛神花果醬 除了用来茶面包之外 用来充饮都很好 譬如我手上这杯 洛神花肉桂茶 就最适合秋冬时节 很暖胃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